请收看《维新世界》 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千坠百变 不便宜 万有天秘传世界 传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法师、讲师、甚至人脸 以所有维京圣教、医京大学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首先恭喜各位 崇洋爹快乐 祖斗流芳 今天是久久崇洋 祖斗流芳 也是千年皇帝 我們的共主 千年皇帝主的 白日、徽生日 所以 选在 今日、今時 天壇 要上梁 從 3月23日 天上聖母聖誕 天壇 的飲食 一把天火 把天壇 全部燒掉了 我終於正到了 廟 都有 各種的劫 天壇 拿來 化開 摘解為存癌 所以我也就感覺 這個不是存在 世間的火 在燒 而是天火 在燒 所以明白了 台灣 有疫情災難將到 所以一把天火 先把疫情的災難先燒 燒了 化為存哀 當時三更半夜 我接到電話 都天壇燒掉了 我說原來是這樣 老子、孫孫 都吃杯 選在聖母的聖誕日 苦天同慶 全眠 天人同歡 竟然 先把 維新聖教禪跡山先 我宿總本山 天壇 一把火燒掉了 所以我感恩 我很感動的 感謝王山老祖 感謝玉皇大帝 感謝聖母 做慈悲 用這樣 事先將台灣人民的災節 化為烏有 化為塵埃 就是這一把火燒掉台灣人民的災情 所以在3月26日 水路法會圓滿之後 台灣的疫情 就開始爆發 一天 最多了四百多例 快六五百例 這是一個很恐怖 不安的 老祖 老祖開示 不要怕 只要依法來修行就可以了 已經化為烏有了 我說化為烏有 我家燒掉了 化為烏有 老祖 哈哈一笑 你不悟 那就沒有辦法 悟了 你要感恩 這個台灣 有很大的疫情災節 你要化解這個災節 不是那麼簡單容易 他必須要先自己 他成立的道堂總根源 天壇 要把它燒掉 他代替全民接受截難的考驗 所以將天壇化為烏有燒掉了 我 我也就 心裡很 定的 也不慌不慌 就 上來 天壇 當時 當時 我請 維新聖教 跟我 一起走這條路 最早的 就是元崇 禪師 好 請他來 將這個 天命交給你 來把它完成 工程 工程 就由 規劃院張院長 和邱衛平設計師 和 設計師 和 和結構技師 一起 重新 把這個結構 把它加強 務必 蓋一座 天公 金碧輝煌 這天壇 就是王燦老祖 教祖 在這裡 未來千秋萬事 一個總根源在這裡 所以 所以 就 這麼決定了 原中院長 關我是最久的 最終的建設 他也從頭到尾 關到尾 還有一位 天壹尾 天壹 天壹法師 當時 這個穴 在荒潮裡面 把它破爐土出來 太妙 磁樓下墊 都是金師穴 金斎 為了金師來朝拜 都是上天 老祖 在人世間所居住的 一個寶塔 所以我必須把它 蓋好 即時貴一點 只要符合要求 再怎麼樣 我也要把它蓋起來 所以我就 請張昌明院長 和邱慧平製機師 他一起幫忙 從頭到尾 清除 整理 然後電機 一步一腳印 把它蓋起來 蓋的過程 充滿著考驗 所以 一件事情要成就 沒有考驗 就不是到 終於誤了 考到 考到 要有信心 到 才會 有所成就 所以老祖 還是 選擇在9月9 的午時 要上天得良 得以天啟 然後 然後明年 3月26日 王山老祖聖誕日 就要祖神 舉行 落成典禮 所以現在開始 請張院長 盡全心全力的 來把它 完成 請元宋院長 請幫忙 把這個整個的 事項至於 事項至於 把它完成 這樣 疑似功德無量 各位同修 有時間可以來 這裡當義工 也無法 好的 那麼至於 天壇 建設 修建 護建 花多少錢呢 現在還不知道 蓋好了 就知道 那我們總是 希望 做到老祖出尊 他所交代的 金碧輝煌 盡善盡眉 代表維新聖教的尊嚴 和代表所有維新弟子 前世同修的尊嚴 在這裡 特別為各位說明 那麼今天 早上 等一下開始 我們要公送 金寶來供養法界 五十層 我們就要上樑 上樑 有兩位鼠龍的 抬著樑上去 雙龍拱住 但是要爬得很小心 那昨天下雨了 全國過去灑淨了 那麼今天 就放井了 是給我們上樑 把工程圓滿 祝福各位 謝謝各位 大家的辛苦 祝福各位 阿美濤黃 是台南到堂 做人法會 我們在元姓法師 所帶領 台南的所有同修 大家很團結 想起爸爸的台風 日來 落成以來 嚴峻的法師 和各位同修 他扶持的 都很用心 阿 今年疫情 的關係 大安市也 順延了 在九九重陽那天 才開始圓滿 阿 昨天 阿 大黃市 也 正式 正式 生涵 阿 今天就 台南到堂 那法會的真實意 以法會有 以法會主靈 以法會火 視為法會 所以 再下來 接著就是我們 用我們的心 來 會 現在 壇上 主主人 阿 我們要以 壇上的主主人 我們會金 必須要仰蕩 佛法 他以 修行的 功德力 功勤 諸佛菩薩 光降 道茶 也以修行的功德力 招勤 購福堂上的祖先 也許有時候人會認為說 法會那麼常有 常常在辦 是不是有什麼好處 好處多多 最起碼 我們能夠看主人 會金 我們看佛 能會金 養蕩修行 法師 功勤 諸天 諸天聖神佛菩薩 還光降 操餐 想上王善老祖天威 喊子諸天聖神佛菩薩 我們才有機會 我們才有機會 來會佛 會祖年 會農天復法 所以 每年的法會 我們都是很誠心 尤其 尤其 去年的 庆子年 武漢肺炎 好 世界 過過 空生後裂 唯獨台灣 那麼平安 老祖書村 都大聲大悲 要各位同學 大家一起誦經 以金寶的功德 來迴向 尤其 他以金寶的功德 要求 修求法師 依法儀 來教子 所以台灣平安 尤其今年 在4月1號之後 台灣的疫情 那麼的嚴重 老祖書說是慈悲 讓大家不要怕 在台中道場 我們的初有老祖宗 初有地主 天地戰神 就光降到台中道場 降老祖說他要守護台灣 解開這個疫情的威脅 所以我們在台中道場 所以我們在台中道場 有 研育法師 註所田立委 也是現在 一丁大學的校長 帶領 我們的賢士同修 任老任怨 在台中道場 深海 從400多粒 一下子降到 100多粒 所以我們在台中 覺得神龍大帝 神龍大帝 是個大帝 神龍大帝 他說他 要來 為台灣人民 來這解驅促絕 因为温神 是五千年前走路出带 提起军 和崔尔祖 部属 相复的战争 所留下来的 恩恋亭头 现在 妞妻要找到 所以就 就农地族 来开示 要而在 台湾 在天一道行 由于到法师 来做祖坛 而且有十天 用十二天的时间 六月一日到六月十二日 开始在天一道堂 依法仪 来修行 送经 所以一百多日降到 三十五日 三十五日之后 宣传皇帝族三族 宣传皇帝族 宣传说 你把我牌在哪里啊 你把牌牌抹去啊 我想说 现在皇帝族这么大 好 而且这个恩恋亭颈口 是神龙原地和四游地族 两位的恩仇 现在的恩恋亭颈全部汇集在台湾 还有这个疫情那么严重 那时候 那时候 一讲 我突然间血液降到四十二 才一眼属峭峭峭 我就就惊着了 然后 还要到堂堂八楼 你也会 休息室这样解一串 我的 求老祖 话语怎么做 怎么写 所以我就 就写了 老祖开释 要带三宝室 就是由袁松院长祖坛 所以三位老祖宗都会来为台湾守护台湾的平安 所以到现在来疫情零确诊 是三位老祖宗 中法民族 三祖儿女的共族 神龙元帝 九黎初游帝 宣人皇帝徒 就一起来守护台湾 所以我们大家在前省前台湾购分之道堂的住持 很努力的带领维军贤士 大家一起诵经 美股签诗签证经 所以台湾的疫情就这么样 最近来都零确诊了 这个是台湾人民的滑指 我们做到 为国就道 为民祈福 都是我们的本分 没有功德可言 你平安 我也平安 我平安 你也平安 所以台湾疫情就这么的平静下来了 原来台湾在世界上不被看好 这瞧不起台湾人民和中华民国台湾 这瞧不起 所以这一次的疫情 台湾政府做得很好 加上百姓配合得很好 尤其有一股力量 就是王潘老祖的弟子 各位维心贤士同修 大家的努力 大家的努力 那么认真地供送 天德精子精宝 来做解约智觉 消灾化解 还有今天的平安 这个是 老祖书生 带领我们大家 一起来努力 你送经送越多 福报自己的 大家也一起分享 所以 我希望 我们台湾到港区 所有维心圣教医经大学的 全市同修们 在街在地 大家 继续送经 然后在 这个法会 既年 既年日 我们就一起交职 继续平安 继续幸福 继续健康 这是 我们大家共同的本念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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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有办法 我们讲 matter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